这个奇怪的生物叫唐灵 它长着黄蜂的身体 螳螂的头和镰刀一样的前置 看起来像螳螂和黄蜂之间的杂交 但它们既不是黄蜂也不是螳螂 也不是苍蝇 它们属于麦翅木 这种现象被称为躯同进化 来自不同祖先普系的不相关物种中 出现了相似的特征 诞生在侏罗纪时期的唐灵 进化出了400多个品种 颜色各不相同 大多数是绿色或褐色 棕褐色 灰色或淡黄色 成年唐灵像螳螂一样捕获 并吃掉猎物 抢走较小的昆虫 满虫或其他节制动物 用强壮多次的前腿抓住它 然后咀嚼 幼虫唐灵是蠕虫状 或棋草状寄生虫 它们进入蜘蛛的卵囊 并吃掉里面的卵 不同的唐灵可能专注于 特定类型的蜘蛛 例如 鹤峰唐灵专门研究狼猪 成年唐灵并不擅长飞行 因此 蝙蝠或夜阴在夜间 很容易捕获它们